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测试这个参数 压缩的空间 压缩所用的时间 还有就是解压缩所用的时间 对这几个方面进行评测 那么算法呢 我们基本都给了吧 有deflate 对吧 deflate 就他们几个吧 帮上你 那么对flate 那么扩展名呢 我们给他 扩展名我们好像没写权呢 各个压缩算法 性能评测 那对于他的压缩时间啊 那咱先说压缩空间 是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算法 这是算法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海杜库的pdh文件 对吧 他的大小是多少 13兆 是吧 看他是多长时间压缩完的 对吧 然后他这个 占的压缩空间是多少 压缩时间是多少 压缩时间是多少 对吧 压缩时间和解压缩时间 以及分别化了多少 因为这个算法是不动态变化的 所以我们也写个程序 把他们这三个都囊括起来 那么这个程序呢 就应该带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 你的什么东西啊 你的 看这个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压缩吧 这是压缩吧 对吧 那么这个是压缩 我们说用他的压缩 这就变了 这个变成什么 变成了一个class 这个class呢就是 压缩的什么 压缩 codec 对吧 编辑码器类 编辑码器类 那么这个编辑码器类 那就应该是 这个哥们儿啊 就是他呀 对吧 那这就不消了吧 因为已经给的了 对吧 这就不要了 直接通过他 存在一个参数 就是codec的 那列吧 好 粉色 这是个原生的类 这是压缩 那么解压缩呢 解压缩呢 解压缩就是decompress 我们也不用他 我们用第二个方法 给他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编辑码器类 codec class 这个标 这个呢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compress 是吧 compress codec 加一个相转 加一个相转 这样就行了 那么这个是压缩 压缩所花费的时间 压缩花费的时间 应该是哪个干嘛 应该是这个 是不是他这个 是不是他这个 拷贝过程 对吧 是吧 拷贝过程次的代码 所以呢 我们把他这个时间取出来 start 那里吧 好 然后呢 这次 打印 我们打印这个是时间 这个时间是 当前时间讲起它的 开始吧 对吧 那这是什么算法 是不是class collect 对吧 class collect得到这个名参 应该是得到它的简单名参 simple name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 再加上一个分号 这是这个 这个算法之 压缩还是几压缩呀 是不是compress 对吧 它压缩时间 它的压缩时间 是这么长时间 OK 那么它压缩之后的文件多大 它压缩之后的文件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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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解决这个文件 对吧 它是这个文件 它是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再加上一个file file newfile newfile 这个参数 它嘛 但是它压完之后 如果这个扩展名啊 不叫它吧 对吧 这个扩展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ext 这个ext 这个ext就是扩展名嘛 对吧 所以压缩文件类似这个 再加上一个它的扩展名 ext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有变的 哪里吧 这是它的扩展名 压缩的 那么得到文件之后 我就可以拿到文件的大小 是吧 这是文件大小 这是文件大小 绕 OK 那么我就可以去打印出 这个文件多大 对于这个lens 长度 它等于 这样lens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不换啊 over 对吧 长度等于它 加上一个空格 行了 这个呢也不换啊 大家看一下 我在压缩的时候 我在压缩的时候 我是不是指定了这个 解码系列啊 对吧 编解码系列名 然后告诉它压缩的时间 是吧 压缩 time 等于这么长时间 对吧 同时呢 我告诉你压缩之后的文件 是这么大 那这个 是这么大 再看解压缩 解压缩的时候呢 那么解压缩的代码是哪段时间 就是这个拷贝过程吧 对吧 所以得到这个kodak之后 得到它的kodak 嗯 放这儿吧 取上一个开始时间 start 反正大家机会均等吧 start等于system.current and no time 然后等于再打印 打印的时候呢 我说你的解压缩时间 是decompress 是吧 它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加上括号 对吧 系统的当前时间简介start 是不是可以啊 那里有吧 好 那么这个是单元测试 我现在把单元测试呢 进行改造 这个时间我们干脆也放到最上面去 可以吧 然后它呢 也放到最下面来 诶 时间呢 这是吧 这个 可以 那么打印的过程期间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就是先打印它的 编辑码器对吧 然后告诉你压缩时间是多少 文件长度是多少 对吧 然后解压缩时间是多少 这个我们放下的好一点吧 对吧 我先得到文件的大小对吧 然后空间和时间啊 这个换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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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 捡到上面去啊 那里吧 好 我们说 这个编辑码器 这个是 它 它的长度 等于这个 加到空格之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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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压缩时间呢 解压缩时间呢 解压缩时间是这个 这样吧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去测试 那么测试的话呢 我们再写一个测试所有的 压缩算法 对吧 Test 口袋 那么你在测试过程期间一定是循环的 是吧 一定循环 那你先掉谁呢 你是不是先掉的压缩 对吧 你是先掉压缩 掉完压缩以后再掉解压缩 对吧 再掉解压缩 那掉完解压缩之后 我们要换一个行 就它嘛 对吧 但这里边需要什么 是不是需要这个编辑码器类啊 编辑码器类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给它一个数据 我把所有的编辑码器 就 Codex 是吧 我给它初始化出来 那么初始化的时候 Deflate是不是有一个 对吧 Deflate是启动的一个编辑码器 Deflate 它是吧 然后它的class 这个快据键不行 分作一下 去 循环的时候每一个是class 对吧 对吧 然后Codex Codex Codex的每一个进行delay Codex提错了 是不是Codex 对吧 对吧 然后在压缩的时候呢 要传入一个这个 在解压缩的时候呢 也要传入一个这个吧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压缩的时候传一个字符串 扩展名啊 对吧 传一个字符串扩展名 我们看一下这个可有哪些编辑码器啊 编辑码器类 我这边给全是吧 我要给全啊 一个是def default 一个是 12345 465是吧 一个deflate 还有个gzip吧 对吧 gzip Codex 我们看gzip 有没有 gzip 是不是它 对吧 gzip 然后呢 还有个是bzip2是吧 bzip2 bzip bzip 没有吗 bzip 大写í是吧 是吧 bzip bzip b applied 好像没有啊 o bzip 有吧 那个有吧 拉斯罗有没有 拉斯罗没有吧 他是拉斯罗OP属战 拉斯罗P 看看有没有拉斯罗P 没有是吧 没有拉斯罗P 因为这个类它在哪个包下 它在第三方 靠某海洞包下 这些要单独引进来 还有个拉斯罗P 所以说那个先不用 我们先用拉斯罗P 这个有吗 有吧 还有Snapping Snapping Snapping 这个吧 它吗 OK了 那么这个扩展面怎么办 这个扩展面咱们是可以通过 它这个编辑码器内推断出来的 对吧 咱们可以通过程序来写一下 它不给了一个方法吧 通过这个 Codec对吧 推断出来的 这 看到这个Codec点 这个get default extension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编辑码器的扩展面 是吧 那这个编辑码器的扩展面 咱就可以直接去调方法就行了 所以这个里边 class是不是有了 是吧 class有了 哎呀 那这个里边还得用过class Codec是吧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不放到这里边 我把这个方法呢 通过谁取出来 是不是通过它呀 对吧 Codec是不是可以得到默认的扩展面 对吧 就OK了 这个方法怎么呢 出错了吗 呃 这有抛一场是吧 抛一场把它也抛出去 就O了 行了 上面呢 这是制定的一个编辑码器的速度 下边呢 就是循环的过程 然后在执行完 接压缩和解压缩之后 它会把这些信息都打出来 诶 这有问题吗 这也是吧 好 这样就OK了 那么我们做一个测试 看行动水 右键 运行 好 这怎么一样 初始化错误 我的 我看没干啥 就出错 他没有给出任何信息 没给任何信息的话 咱们就把它换一下 用什么错 用命函数来做 能有吧 用命函数去做这个测试 但是如果命函数的话 这些方法就会变成长的 是不是静态的 因为静态程度员只能反弯 静态 哎 成错了 这 可以吧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行不行 那么你运行的话 你就不能选这个了 你选谁 加完程序 是不是有些程序 已经失败了 对吧 这个decompress 我们是 我们换行了吗 看一下 deflate kodak 这是默认的 对吧 长度是多少 115 46043 那么它的压缩时间 多少 是2057秒 毫秒是吧 2057毫秒 它的解压缩是461 对吧 那你看它的 好像这个GZP2比它快吧 对吧 那么GZP2呢 它的时间多少 是 它的压缩比快不快 好像没有多大吧 对吧 它都是1154吧 它是6043 它是6055 它俩差不多是不是 但它的压缩比怎么样 它的时间是很快 它是639 它是2057 它的解压缩是什么 一万比较快 压缩是什么过程 压缩是写的过程 对吧 解压缩是赌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它呢 要快一些 是261 这是461 对啊 对吧 这是一半吧 那它呢 三倍吧 3618 对吧 三倍的速度 还有一个出错了 就是内转换异常 是什么 BZP2 哎呀 怎么是阿弗罗 我导出包了 看见没 因为 怎么搞的 这个编解码器 我导那个 这个错了 这是阿弗罗的BZP2 不是这个类 应该是哪个类 应该是哪个类 是这个类 对吧 阿帕奇的 还能够往下达 再运行一下 哎 它怎么换行的 我没让它换行 我看一下 这是压缩时间 这是长度 是吧 哦 这打个over是吧 不要 没掉它 这可以吧 哎 它怎么换行 再来 来over 我没掉这个方法 我没掉这个方法 我掉这个方法 OK吗 是吧 来吧 对付着看吧 大家看不上这个错误 这是警告是吧 对吧 看上面这个 ZLive 快水 是不是已经成功加载了 对吧 它已经成功加载了 本地的什么ZLive库 对吧 然后这个Codex 这是编辑码器池吧 编辑码器池 它能应用什么 Deflit的这个 编辑码器 然后这是压缩笔 这里边也有了 那么BZP2 它说这个流 BZP2什么 这是失败的是吧 它说不能够加载 本地的BZP2库吧 是吧 那么它将会使用什么 纯加弯版本 使用纯加弯的版本 那么言外之一 这个BZP2 我们有没有这个命令呢 Linux下用 有吧 是不是有这个BZP2 是不是有吧 那有的话 为什么不能用呢 没有SO文件 那它用的是哪个 它用的是哪个呢 它用的是哪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BZP2 BZP2的man 这个咱们用过吧 它是一个块文件 BZP2压缩算法 压缩文件使用这个什么 微点 包括 排序文本压缩算法 压缩是通常认为 要比谁好啊 要比 这个东西是吧 这个压缩更好 那这个性能呢 性能也是 City 这也是让人满意嘛 对吧 命令行业选项 类似于GNU的GZP 但是它 不唯一 BZP2呢 它可以有一个 文件列表的吧 它使用文件列表 每个文件它被放置 对那个版本 那这个BZP2 在文在Linux下 它没有BZP2的这个库吗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进到这个LIB下 去搜一下 没有 没有的话 进到这个User下 去试试 它有这个没用的 BZP2 从根下走 看看是一个点 售文件吧 LIB 在这呢 在这有个BZP 但是没有BZP2了吧 这是GDK下的 这是GDK下的 这是圆码是吧 BZP2它是没有 纯加热实现的 看见没 刚才它给的例子是什么 就是这个库没有找到 对吧 它没有加载到BZP2 这个库 这是系统库 那么它就使用什么 纯加热实现 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出来了 是吧 它已经出来了 那BZP2 Kodak 长度是这个 这个压缩时间 是这个 但这个好像有问题 是解压缩了吗 它说希望有个H 作为第一个字节 但是得到这个X 是吗 咱先看一下时间吧 这个空间效能怎么样 它是116 说比它们都差呀 对吧 它是115 它也要我 咱俩看个数吧 46055 24229 是吧 那它还是要大一点吧 它空间不行 再更差了 19559 我干多少去了 不对 这是1844是吧 后面是时间吧 对吧 这是16年8月份 这个别走混了 这黑色的是对是吧 1844 这是10倍吧 对吧 压缩是它的10倍呀 对吧 所以这个BZP2 那它用的是什么 是纯加热板是吧 纯加热板 好 那么这样吧 我们看一下 BZP2 还有个TAR高转机身 这是MNT 好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单独去安装 BZP2 我们去 用速度 用速度去搜索一下 有没有这种东西 apt catch BZP2 应该是怎么 测试吧 管道看一下 这里吧 对吧 BZP2是高效 高质的是吧 高质量的 这个块排序文件 压缩压缩器 对吧 Kodak LIB BZP2 还有它 大家看一下 你们的这个 应该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安装一下 还有这个BZP2 安装一下这个BZP2 BZP2 速度 apt get install BZP2 装一下这个东西 这次已经什么 已经是最新版本是吧 它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零个升级吗 零个安装 不许安装 那这个是不是错了 BZP2的话 我再执行一下 BZP2 这个很慢的 对吧 这个BZP2 我们看一下 是生存文件的吗 我把所有文件放哪里了 是不是 家里那个扣带去 BZP2 点准机 这不对吧 我这块里面 是不是已经带着什么了 是吧 BZP2 出品 我 不 我 就是 我知道我这个扩展名错了 它应该是带扩展名是吧 它应该是带扩展名的 好 这里有一个文件 现在我把程序改一下 这个扩展名我是不应该再加它了 对吧 因为它已经带扩展名了 它带一颗来 但这样好像也不是 试一下 看一下它是没生成的一个BZ本文件 这个是生成的吧 对吧 那么这个多大呢 它的压缩很小啊 对吧 它的空间比较好 空间效能比较好吧 4305 443是吧 BZ2说咱们可以直接端端解压 我的程序虽然不对 对吧 但是我通过命令能不能解压它 我看一下命令能不能解压它 那就BZ2吧 BZ2 回车 然后直接后面跟什么 跟这个HIDO的BZ2 输入文件它已经有一个BZ2 这是强行压说 杠地是不是解压锁啊 对吧 杠地解压锁 杠K是不是宝石原文件 是吧 是吧 所以加一个 杠地解压锁 杠K是宝石原文件 杠地解压锁 杠K是宝石原文件 然后是HIDO 对吧 所以压锁这个压锁 杠K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解压锁出问题了 解压锁没有好使用 它不是个BZ2格式 它期望是H 它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Kodak是Kodak Class 然后反射之后 走到这个码 走到这个码 这个错了 我这个等错了 我这个等错了 我这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文件 这里加上那个扩展盘嘛 对不对 是吧 我这没有 我这等错了 等错了 我要等到它默认扩展盘嘛 等到对 这不解压锁嘛 对吧 你等到它默认扩展盘之后 它才是正确的嘛 对吧 然后再去生成新文件 然后这才对啊 搞完天走错了 是的 不是 好 等一下 再来收拾 这个时间比较长 它使用的是什么 纯加的算法 是不是除了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两个是没有吧 大家看这个 我们把它烤出来 这个能效比 长度 时间 这是吧 然后这是 解压缩时间 这个 然后GZIP的 16年它 到这个 然后BZIP2 这是没有加进来的 对吧 BZIP2它的长度是这个 然后它的时间 看那个 然后是扩展名 是BZ2 还有一个是拉兹罗 对吧 拉兹罗 LZF LZF 它的时间 16年 它 对吧 那这只有几个有效 是不是四个 只有四个有效 那么 那么这四个值 看一下 时间 那么这个空间啊 咱先说一下 空间吧 空间压缩的话 是谁压 压的大 是吧 咱说谁压的大 谁就在前面 这里边谁最大 值越大 说明它的压缩比越小 是吧 值越小 压缩比越大 那是不是 是1116啊 对吧 是吧 116是压缩比最大的嘛 所以BZ2 在空间压缩比上 它要强于谁呢 倒数第二是谁 是default吧 这不115吗 它是115 后面是43 这是55嘛 对不对 所以它大于谁啊 Deflate 能不能理解呢 那么Deflate 再大于机 这个 它再大于在 LC 4 因为它 它的压缩 它的空间 它所在的空间 它压缩比最小 然后再看 压缩速率 压缩时效比 时效 谁的时间 最少压缩的时候 看这个吧 时间最少的是这个吧 是不是LZ4 LZ4大于谁 强于它吧 GZ4吧 强于GZ4 GZ4又强于谁 是不 它吧 是不是Deflate 是吧 Deflate 它又强于谁 BDef2 对吧 它又强于BDef2 这是它们四个来比 那么解压缩时间呢 解压缩 解压缩 解压缩时效 首先 首先谁最快 解压缩 250 LZ4 它大于谁 325 GZ4 又大于谁 424 Deflate 又大于谁 BDef2 对吧 那这里边中复来看 还是谁比较牛 是不是LZ4 对吧 LZ4 当然它的空间是什么 最小的 对吧 但空间好像没差多少吧 LZ4的空间 12 它是11是吧 对吧 是不是差了十分之一吧 还是吧 空间最大 对吧 然后GZ4呢 GZ4第二 对吧 它俩这个顺序 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是吧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BDef2 它用的是什么 是本地的算法 它是纯加瓦算法 对吧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比较慢的 对不对 你看它这个多慢 那我们应该找一个 它本地的应该是实现的 对吧 再说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Snipe 它不有六个吗 对吧 拉兹罗是不是没有 对吧 拉兹罗没有 那么还有个Snipe 那么这拉兹罗怎么办 人家说了 拉兹罗代码库 拥有GPL许可 对吧 因而可能没有在 阿华奇的发行包中包含 因此 Hydrope的Kodak 需要单独从它进行下载 那么它叫什么 Hydrope GPL Compressor 是吧 或者从它下载 Hydrope 拉兹罗 那么该代码库 包含有修正的什么 软件 错误极其的工具 这个库在哪里 找找找看 这个Data Kodak 看到拉兹罗 Master了吗 对吧 Hydrope 拉兹罗 Master和拉兹罗206 这两个 是我们要用的 其中 拉兹罗206 是要经过编译之后 生成本地拉兹罗库的 对吧 而这个 Hydrope 拉兹罗 Master干什么呢 这个Hydrope 拉兹罗 Master它是生成 生成加瓦当中的 炸包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这个内裤 它 在Hydrope 里边根本没有 是吧 它根本没有 那么就需要引入第三方的什么 第三方的实现 那么Hydrope 拉兹罗Master 它就是一个 Hydrope 集成拉兹罗 压缩边界码器的 一个第三方项目 而这个第三方项目 它要通过本地方法去调谁 去调拉兹罗的本地库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来画个图形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Hydrope 是吧 Hydrope 它要进行边界码器 对吧 就是压缩和解压缩的边界码 那么它可以使用自己的存加瓦死线 比方说BZ2 但它效率很低 所以在大部分时候 都会干什么呢 都会去向这个操作系统 去调用操作系统里边 安装的这些边界码器 压缩和解压缩的边界码器实现 比方说这个是Deflate Deflate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GZ的 那么对于Hydrope来讲 它要提供什么 它要提供这个API 是吧 它要提供API 也就是这些杂包或者加工类了 对吧 它要提供这些相应的API XX.XX.XX API 对吧 那这个API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各种 Kodak类 对吧 编辑码器类 那么其实这些编辑码器类 它最终得跟谁打交道 它是跟底层的什么 这些个本地库 打交道 是SO文件 它跟这些本地库文件 这样一来的话 它的性能就很高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 Hydrope里边 它有没有集成拉兹罗这个库呢 它没有 对吧 它不但在这里边 连拉兹罗的API都没有 它在本地连拉兹罗库也没有 所以你要干的事有两个 第一个什么 你需要去安装一个拉兹罗的本地库 是不是他呀 对吧 安装完本地库 安装完本地库之后 还要去干什么 是不是要引进它的炸包啊 对吧 引进它的炸包 那么它就出来什么 API的 COME什么 Hydrope.XXX 那就是谁 拉兹罗的 COME的 COME的 那你也不 对吧 这是这两个过程 所以你要用的话 你要遵循这两个步骤 它是一个是吧 那么它是 第二个 这两个步骤 加进来就行了 一 二 那么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两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这是拉兹罗的2.06 所以 所以 Hydrope几场 拉兹罗 编解码器 分两个步骤 第一 安装谁 安装拉兹罗 杠2.06 你现在能下载 下到2.09 但是不放心 这是我们在上期班测过 花了不少时间 就发现版本不对 第二个 就是安装什么 拉兹罗 是拉兹罗 是 是对吧 这个项目 安装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 我简单说一下 我先把这个简单说完之后 我就不做了 然后我看看你们回家 能不能做什么 拉兹罗 2.06 解压完以后 是不是有这么多文件 对吧 有没有readme 就是请你读一读它 对吧 拉兹罗 它是一个readtime 什么意思 实时 对吧 它是一个实时数据的压缩库 对吧 它说请你阅读 Dock下的拉兹罗文本 来看它的介绍 那么看这个文件 这是FAQ 对吧 看这个有什么新特性 看这个 这是安装 主义star 对吧 那么它包括什么 编译和安装指令 对不对 那么快速启动的话 你就看看这个例子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它里边又给了几个目录 那么autocount 这是自动配置 对吧 什么b目录 Dock 叉叉叉叉 那我们进哪去啊 我们对安装 安装就看哪个 是不是看 eStar 有eStar 这人 对吧 有eStar 那么这个指令 向老呢 它是针对什么系统啊 针对这种系统的 对吧 对于3264 DOS 还有OS 对吧 请你看这个 快速启动 其实就几个变量 第一个 Config 这是要配置吧 对吧 第二个 make make check make test 对吧 make install 是不是就成功了 人家还让你用什么 用root来进行登录吧 对吧 那么基本的安装 它告诉你这个config是干什么的 是吧 其实你都不用看了 你就按照那个指令来做就行了 剩下的话是一些选项 一些选项 回家之后的话呢 看一下它这个 点儿杠 config 是不是有个文件叫config 有没有 是不是有 就这个吧 对吧 然后你在乌弯图之下呢 你就按照这个方式 这不快速启动吗 对吧 你就直接操纵这几步就行了 操纵完之后呢 那么这个就算完成 是吧 然后接下来去安装第二步 是不是 拉斯罗master 拉斯罗的master在哪里 在这儿呢 对吧 那么它是不是也有这个readme 读读看嘛 读读看嘛 就打开 海杜普的拉斯罗 它是一个项目 对吧 那么这是 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切割呀 对吧 它是可切割的拉斯罗 这个压缩 压缩算法 对吧 这是针对海杜普的 拉斯罗它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压缩格式吧 对吧 对于海杜普来讲 那么归咎于谁呀 这个你可以换一下行啊 对吧 归咎于它是谁的组合 它是这个速度和什么 和这个压缩尺寸的并局吧 就是它把两个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 那么拉斯罗文件呢 它并不是本地可切割的 对吧 那么意味着这个并发呀 对吧 并发会丢失吧 对吧 会缺失并发 那么这个项目呢 它重新启用了并发机制 使用拉住了这个压缩件 那么它也给出了什么 也给出了标准一些工具 输入和输出流啊 对吧 那么再往下走 看它怎么去安装 它看到这个building呢 对吧 构建和什么 和配置吧 它让你参考这个面 怎么 它说你需要有 这是需要哪个版本吧 JDK.6以上是吧 来构建Hydro的拉子罗 1.7 在Mesh上需要什么 1.7啊 Mesh上需要 咱们是1.8的 不用担心的 拉住2.0 那它需要这个库吧 是不是咱们已经安装完了 按照刚才这个命令是吧 已经先安装了它 那么通过这个包管理器 你也可以管理啊 对吧 这是拉住了的 拉住了的过程 这是什么 对吧 这个下边这个部份 是拉住了的处理过程 那么现在呢 就要构建什么 Hydro的拉住了 对吧 看这段代码 这是不是一个环境变量 对吧 环境变量等于它 那么你要知道 你的拉住了放哪里了吧 你的拉住了放哪里之后 把它配进去之后 然后设一个路径 就是这个拉住了的 安装密目录 在做一个 Maven的什么 Maven的测试 MavenCleanTest测试 这个顾向 因为这个Maven 我们还没有讲 Maven还没有讲 我们还要讲一下Maven 那就这样吧 大家回去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然后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这个文档 看一下这个文档的过程 回去之后把这个 压缩笔 把压缩笔这块 好好把它写完 然后实现了 然后你看一下 你在本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BG2呢 大家想想办法看 能不能用到这个 本地的压缩库 而不用它的 纯加瓦时间 行了 今天到这